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我们再接着来跟各位介绍 从宏观面来看的戒律这个部分 昨天我们先跟各位谈到 改革有它的困难性 佛教的改革困难性更大 因为这里面除了困难性以外 它还有一个叫做交着性 它执着在那边 佛教就是佛教,就是不能改 可是它忘了什么叫佛教 各位要先体会到这一点 为什么它叫佛教? 佛教就是觉悟性的宗教 具有警觉性的一种教育 它在教导我们觉悟 在教导我们要醒过来 可是呢,进到佛教里面 因为被这些教育材料的影响 大家都睡下去了 而且还要求睡得越沉稳越好 所以都永世不得翻身 那怎么样超越呢? 超越 你说怎么超越呢? 超越 怎么觉悟呢? 觉悟 怎么开智慧呢? 开智慧 怎么证阿罗汉呢? 证阿罗汉 你问他来干什么? 我要了生死 怎么了生死? 了生死 这样听懂吗? 要怎么了生死呢? 就要了生死 这个就叫做佛教 今天佛教走到这样的地步 那是非常悲哀的事 所以我们要求 每一个进到华人道场来的人 都要具有这样的一个紧急性 你现在做的 这样对吗? 不是要你去批判他 去推判他 你要找出为什么对的原因来 念佛可以往生 为什么? 我这样念可以往生吗? 不是人家给你讲的 人家给你讲没有用 你来问我 我也跟你讲 绝对可以往生 那我不这样讲你不会念啊 那问题是 你这样念到底 有没有笑啊? 对不对? 笑是有笑 很好笑的笑 你要搞清楚啊 是怎么念我可以肯定我可以往生吗? 你要有那个方法 不是人家讲的 经典讲那些我怎么不知道 我看的比你还多 我怎么会不知道 但是经典里头教我们要怎么去念的 那个你没有啊 对不对? 念到一心不乱 绝对往生 那不废话吗? 当然念到一心不乱可以往生啊 那问题是怎么一心不乱呢? 你没有办法一心不乱 那就注定你绝对不能往生吗? 因为你自己讲的 念到一心不乱绝对往生嘛 那你没有一心不乱你怎么往生啊? 那你要怎么样才能一心不乱 这个才是重点啊 那现在我们都不是啦 只要念佛就可以往生 哪有这回事 只要买车票就可以到达 哪有这回事 买车票你还要上车啊 上车还要保证车子不故障啊 车子常常在那边爆炸啊 你怎么往生? 你怎么到达目标? 那不行啊 你一定要弄好 你要走的那一条路 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那你有没有搞明白? 有没有搞清楚啊? 要关键在这个地方 今天我们谈到宏观的部分 整个佛教的立场来讲 他已经在不同的世代里 他从农业 从文盲 从很稳定很封闭的时代 来到现在这样子开放的时代 变动不羁的时代 大家教育程度又那么高的时代 那佛教真理当然不变 可是呢 文化上面 它有很大的变化 而我们 古董的佛教文化 可以让它成为古董 但是呢 这时代的佛教徒啊 不是古董的佛教徒 你要认识清楚啊 古董的寺庙 可以把它复兴 因为它是古董 但是你不是古董 你要搞清楚啊 你在把你复兴 你还是二十一世纪的人 你不是六世纪的人 七世纪的人 你知道吗? 一个是活在二十二十一世纪的人 他哪有可能啊 去过六世纪七世纪的生活呢? 所以啊 我们知道真理是不变的没错 可是文化的这个部分 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你要怎么样子移过来 维持着到达真理的目标 这条路啊 绝对正确 但是我现在活着的这个文化 环境跟背景是不一样的 那我要怎么样子站起来 而不是明信的 是个很有智慧的 我一站出来 可以为所有没有学佛的人 这个才能叫做当代的人天师啊 或者你一站起来 调姑 破破烂烂 人家说师父啊 你骨质疏松啊 应该吃药啦 那你就说 哇吃腐烂药 你要把人家吓死啊 要学佛要精进 都要变成这样子 骨质疏松 那 然后要吃腐烂药 这个叫佛教吗 你要吓人也不要这样吓人嘛 所以我们要认识清楚 那一种啊 情直 的胶着性啊 必须要放下 必须要放下 对佛教一种 莫名的 那种执着啊 就是情直啊 就是胶着性啊 你必须要放下 你要绝对拥有啊 很清爽的脑袋 很清爽的 不要糊里糊涂的 早上高血压220 他本来要走到医院去 结果没有 走到大医网这里来的 师父说阿弥陀佛 你就把手伸出来 要做什么 我血压220 你没搞清楚啊 到医院去 你就到医院去 你不要这 血压220 脑筋混沌混沌 你就大医网 这个医院比较好 大医网 这个医网 没有医师执照 不能行医 他行医就换密医 搞清楚啊 你脑袋弄清楚一点 我们在做什么 你一定要很清楚 对于宗教的那种神圣 崇高 热爱的情操 绝对是欢迎的 这个 你能够适当的表达 那是拥有非常高的 生命质感 非常大的功德跟福报 但是 假如就这样迷恋下去的话 那是愚痴 那是民性 绝对不容许的 但是遗憾的是 广大的群众啊 常常会有这种状况 那这个不是我们所取 我们所要的是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所以来到这个道场的人 每一个啊 每一个啊 都带有这样子神圣的 生命格局 那我们希望各位啊 在这个前提之下 你才有可能来谈说 宗教要怎么改革 我们的戒律要怎么样的改革 这个改革啊 不是怎么样否定佛陀戒律的问题 是怎么样子 原习佛陀的戒律啊 然后让他发光 发亮 在这样新的时代里啊 能够饶益更多的众生 是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来讲的 我们不是否认 而是想让他延续下去 发挥更大的效用来的 所以我们先认识清楚 这一种困难性 跟人性的这一种执着性 改革啊 是为了更好 而不是啊 要破坏或否认过去 先把这个前提啊 确定 因为我们昨天谈到啊 从宏观的立场来看 那生疾生治啊 这比较好说 但是啊 这里面他有一个前提啊 必须啊 要政府啊 政令来配合 所以我们很简单来讲 就每一个出家人啊 他应该把他俗家的姓名啊 全部换掉 换成释迦牟尼佛的士 结果我们现在那个姓不换 你换名字为什么不换姓呢 你身份啊 已经不一样了 你应该改过来啊 既然姓氏啊 那只有一个前提 名下没有财产 你死后啊 所有的财产啊 是到场的 假如没有到场啊 那归国库的 这很简单嘛 政府也不要那么自私 因为没有钱啊 就这样让出家人通通去死光光 那也不行 那出家人死了 那个财产啊 要归为佛教的 那就 没有人会贪污嘛 对不对 他自己要怎么弄啊 他只要姓氏啊 那财产就是到场的啊 没有到场啊 就归佛教的嘛 那佛教会收回去就好了嘛 对不对 所有有名无名的 这个动产不动产啊 全部这样管理 那不就很简单嘛 哪有假和尚 对不对 身份证拿出来 你既然屁光头又穿身服 那你不姓氏 为什么姓俗家姓 那你就可以叫他到警察局去等嘛 对不对 这就很清楚了 就不会有假和尚的问题啊 但是呢 没有办法这样做 因为政府啊 他不想支持你 让宗教啊 健全起来 我们知道什么叫政客啊 政客就是唯恐天下不乱 什么叫政治家 政治家就是要让社会稳定 人民生活幸福 这个叫政治家嘛 那政客啊 就唯恐天下不乱 制造你动乱 宗教本身啊 他是要健全发展 社会才会稳定 那你要让宗教健全啊 那么生子人员或神子人员啊 你必须要定位 不能够早上是出家人 下午就在家人 哪有这种情况 对不对 神子人员啊 他 他 早上是神子人员 做礼拜 下午反正不做礼拜 我就是普通人民 那不一样 那你既然是这样的话 你就回归 能不能做到这里呢 那我想啊 我们有几个状况可以考虑 第一个就是生疾 生的户疾 跟生的制度 那么佛陀的时代啊 这个很清楚 因为整个僧团也很单纯 只有一个生团 就藏谁中一千两百五十五个人 那么有时候打排球 打排球也不一定照你的规矩 有时候打篮球 反正一堆人就打成一团就对了 这个球拿出来啊 到底是打什么球 反正一堆人玩得很高兴就对了 他不需要什么 其他的游戏规则 所以我们昨天谈到 等到有人行为不当的时候 那么大和尚 就是释迦牟尼佛啊 他才制定那个标准 这一条不可以做 换这一条 那拜佛一百拜 那这一条不可以做 换这一条 拜佛三百拜 当时大概不拜佛吧 大概是打三百大板 或者一百大板嘛 就这样子啊 他有一个不可以做 或者应该做 应该做就要做 不做要打 要拜佛 现在的话就拜佛 佛教唯一的处罚就是 自己去跪下 自己去拜佛 可是问题就是 他不跪的话你怎么办 你就替他跪啊 对不对 这就是佛教唯一的处罚 你自己去拜佛 他不拜啊 不拜就叫佛自己拜嘛 这个就是佛法的一个基本 在当时很简单 也没有其他的教团 就怎么 只有他一个人带领那个部分 当这教团开始分裂的时候啊 那问题就一直出来了 甚至于对戒律的解释也不一样 好了 教团就一再的分裂一再的分裂 那现在呢 跟佛陀时代不一样 现在教团有好多 有好多 藏传 南传 北传 那就有三大系统 每一个系统都有好几个派 那每个派里头还有很多 中派跟小派 你说 藏传 他有撒加派 撒加派就分好几派 尼玛派 格鲁派 对不对 那每一派下面都可以说无量派 那 北传的十大中派里头 大胜有八大中派 那每一个中派啊 那就更多 所以呢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看到啊 他有一个统一的规范 有那个必要 至于啊 每一个教派里头啊 他要怎么样去发展呢 那就是他法运荣圣与佛的状况 但是呢 政府必须有一个准则 这个我们讲的这个政府的意思啊 就是总生团啊 就一个国家里头啊 他对于所有的宗教啊 应该有一个总的管理处 因为所有的宗教一定跟老百姓的生活有关 他必须有一个总的管理处 那么这个总的管理处啊 就由这一些中派的领导者啊 出来负责 那才会有所规范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升级跟升智 好 所以我们讲升级的管理啊 升级的管理啊 本来就是升财培训的基础 你必须啊 有这些人才来培训 那人才从哪里来 那来了就一定要落级啊 户级啊 要归户 升级要归户 所以升财的培训啊 是从升财来源的这个地方啊 要开始做管理 假如这一个没有的话 那你根本没有升财可言 今天你可以看到 每一个出家人他们的成就 是真的受过信念来的吗 各位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放眼望去啊 你看教内 有哪一个人是真正取得升团的一个资格跟文凭呢 几乎都没有啊 都没有啊 你出家就出家 还有受戒就受戒 没受戒 没受戒叫没戒 没戒也是出家人 受戒也是出家人 唯一的差别就是受戒不受戒 受戒不受戒 受完戒 就真的成就了吗 还是剃度以后就成就了呢 那这里就没保障了 所以这样的话 出家人啊 就不能保障自己啊 请问你 对自己都不能保障的人 你怎么样去保证说我消灾八度有效 对不对 所以大家都会写很好笑的笑 就是这个原因 他为什么会很好笑 没有办法保障嘛 你做个法会 法事 你肯定有效吗 因为你也没受训啊 法本是这样写啊 法本在一个地方跟一个地方 一个章节跟一个章节的过程里 那么怎么衔接呢 你都不知道啊 在那个章节里面要做些什么 你更不知道啊 那你知道什么 所以你会发现是非很多啊 他来到道场里他也不懂 道场里的也不懂 弄到外面去啊 自己就自己想 好多的业力 好多的是非啊 这个就是共业 所以要想说我们的社会 能够稳定 能够得到和谐 那么生殖人员呢 跟神殖人员的教育训练呢 那就非常的重要 非常重要 今天我跟各位讲 所有的宗教人士都没有完整的训练 假如你认为说 是佛教没有训练 才造成天下大乱 那我告诉你 佛教恐怕没有那么大的功力 其他的宗教真的不管用吗 对不对 所以他们有完整的教育训练 那佛教的身材没有完整的宗教训练 因为佛教这一小块没有完整的宗教训练 所以天下就大乱 那么那一大块有完整的宗教训练 它不起作用 是不是这样 我看不是啊 不是这个问题 是所有的宗教啊 这一个身材跟神殖人员的教育训练啊 普遍不足 普遍不足 那我们不管别人 至少我们从自己来看啊 这些教育训练跟这些制度啊 有建立的必要 有建立的必要 那我们 那我们 在这个部分呢 我想我们不详细的 跟各位谈 那上面呢 都有打出来了 大家参考看看就好 我想这个部分呢 我想这个部分呢 要讲的是从这个图表啊 来跟各位谈一下 大家 那我们的重构啊 做准备啊 当然 能不能完成啊 就要看各位 看我一个人没用 一个人做什么 站在棒上秤呢 六十公斤都未满 那起不了什么作用 要的是大家一起来 我们才能完成啊 这个伟大事业的一个重构 那么我们 从藏语系 巴黎语系也好 从汉语系也好 都应该有一个主庭 这个主庭啊 也就是三大语系 有一个管理处 有一个管理处 那么汉语系的主庭 那就是把这八大中派啊 做一个总管理 下面呢 再分 你看怎么分都好 这个我个人没有意见 不过呢 我们应该大约可以看到 这样一个轮廓 就是四大中派跟四大交派 是法相中 三论中 天台中 华言中 禅中 净土中 密中跟立中 这是通常讲的 那哪一个中派要兴盛 哪一个中派要消灭 就看他里面的人才 其他我们不管 我们看我们华言来讲 我们大概可以这样划分 华言中呢 分上院下院 每一个上院 可以有很多个下院 每一个下院呢 下面又有很多的分别院 那每个分别院里头啊 都要有四重跟七重的 教育跟训练 所以四重是指 这个 再加出加 这个 优破赛优破乙 比丘比丘尼 这个叫四重 那么七重的话 就比丘 还有沙咪 那比丘尼 还有沙咪尼 再加一个四叉摩那 还有 尤破赛尤破乙 加起来七重 那么 这些呢 都是要经过教育跟训练的 那么 当然 是比较粗浅的 佛教概念的教育训练 这是分别院要进行的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佛学院 只是在这个时候啊 是在一般生活中 跟活动当中啊 培养我们一些佛教的礼节 跟一般的佛教概念 真正的佛学院呢 是到夏院 夏院就是把我们这个区域的分别院共修点啊 这些同修啊 想要精进的 那么在夏院的佛学院集合起来 那么在夏院里头啊 接受教育训练 那么这个时候的教育训练呢 可能涉及到一般所遇到的 所谓的大辽 相当 幻辈 这些基本佛教仪轨的实践 这个部分 还有一些简单的刑法 那就不只是啊 分别院上面所要进行的法葬工程啊 一般佛教概念啊 不只是那一些 一般活动的礼仪啊 大家来参加 那么到了夏院呢 就要开始学习 那么分别院这些四众也好 七众也好 他们想要出家 想要精进 要常住 那么都在夏院里头 分别常住 那真正想要出家 那就要到上院来 上院就 你的行法要能够确定 确定你的行法修学 在这个时候 禅尽律密分开 清教分开 开始做比较专业的一种训练 这个是上院的训练 因为上院的训练啊 对于深重的养成啊 是非常重要 那真正的摇览呢 是来自于夏院 做常住 常住啊 开始去了解 然后再进入啊 上院 差不多就提督啊 经过几年的教育训练 修法 领重 到场经营 那你都要开始涉入了 开始要涉入了 那你自己要成为一个顶童 擁天立地的 要成为啊 大众啊 的依靠 那就必须要有上院的 这种教育训练 那么到祖庭上面来啊 那是高级 弘法人才的教育训练 他要能够规划 道场的发展 以及啊 群众的组织跟扩大 这就是 因为他是一个等于 是一个小天地的小王国的中央领导嘛 那你要留意到这一点 所以这组庭里头的 这些 僧众啊 他的级别啊 大概就是第一级到第三级 那么这上面呢 是第二级到第四级 下院呢是第三级到第五级 分别院呢是第四级到第六级 那群众们啊 那当然就层次有低有高 那开始在这边做训练 那么素质高低啊 那么 集等也会有不同 这些值等的不同啊 是每个人所具备的素质跟条件的关系 它不是真理 不是人性 人性是都平等的 可是你的能力 才华专长等等是有不同 所以你的职务也会有不同 是这样的一种状况 那么至于说 这个教育纪念的内容怎么样啊 那这个是 每一个宗派啊 它会有不同 那我们自己这边啊 我们自己啊 是有明显的差异 当然我们现在 整个生团的这种结构啊 不是很完整 上院啊 都还没有动工 下院啊 跟分别院啊 混在一起 那你就很难去区别出来 那不过 我们的教育啊 在软体上是有区别的 那这一点 各位因为混在一起 你就看不清楚 不但各位看不清楚 即使是深重自己本身啊 他也看不太清楚 但是 这个区别我们是有 我们是简单的 要从这个地方啊 来跟各位谈 这一个部分 很让各位了解到 这个差异 这个部分我想啊 我们就先简单的 跟各位谈到这里 不详细的 跟各位谈这个部分 因为它涉及到 是实际实践的 这个层面 我们是讲的 这个图表啊 大约啊 说到我们 身团 发展的 情况 换句话说 在整个戒律 改革的过程里啊 现在我们这个时代 跟以往的时代 是完全不同 完全不同 尤其这两百年来的战争啊 已经把整个制度啊 统统都给破坏掉 那以及我们要恢复 旧有的制度啊 不妨 我们重新来建立一个 非常可靠 也非常可行的制度 同样的 可以成就人才 可以完成啊 教育的使命 而且这里面我们发现 修行这个东西啊 有所谓上上根器者 上根器 中根器 下根器 还有下下根器者 各位是哪一种啊 摸摸头看看 大概不是上根器 就是上上根器 对不对 没有人会承认说 他是下根器 所以大家头上啊 都会发光 发一种黑光 反正是你认为啊 你是个上上根器的 那你大概就糟糕了 就糟糕了 你看六祖慧南啊 人家到他师父那边去说 我是南方葛寮啊 那你敢说 我是怀孟 你敢说吗 你敢说吗 因为你才是怀孟 我哪有怀孟 为什么 为什么 你不敢承认啊 自己的程度不够 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通病 大家都想出人头地 大家都想成就 从凡夫的立场来讲啊 这是一个有上进心的人 但是你这种上进心啊 是不对的 人对自己要有信心 信心不是要跟人家竞争 你记得这一点啊 人对自己有信心啊 对生命有信心啊 对人有信心啊 不是我要争过别人 人对自己对生命有信心啊 是自己可以活得很快乐 不是依赖别人 依赖别人 就是没有信心 这句话很简单啊 你想一想你都不依赖别人 可是你要知道 你打从心里啊 内心的那个底子里啊 你是对他人依赖的很严重 那个依赖啊 你必须要看破 看破它不容易 不容易 能够真的看破啊 你就有办法 来完成这个任务 各位要留意这一点啊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们讲到这戒律的这个部分呢 是完全是从整个规范上面来看的 不是讲说现在修行性 刑法要怎么进行的问题 但是呢 你刑法要完成 你就必须先有这些东西 没有这些东西你很难进行 现在我们很多人喜欢随便找个师傅 你就不会修行 你就不会开悟 因为你基本条件不够 就是那个资量道不够 资量道不够 尤其来我们到场有很多这种毛病 想修行的人都到法院来 听了几年啊 他就以为他开悟了 出去啊就乱批评 是非一大堆 你想想看 你要有成就会出是非吗 有成就的人就是要消灭是非啊 不是来制造是非啊 一个对人有信心的人啊 他是会给社会带来祥和 给人家带来快乐 而不是给人家制造是非的 所以这个是很麻烦的啊 因为宗教本身啊 它带有一个不可捉摸的神秘世界 这个就是问题所在 那个不可捉摸的神秘世界啊 谁都可以去描绘它 谁都可以描绘 那你就以为啊你有所成就 那你就可以大肆批判 你要批判 你要造业 不要到宗教里头来 那个业啊太大了 你在社会上啊 你怎么造业都无所谓 因为啊是单一的 你到宗教领域里头造业啊 那要加好几倍啊 因为这里面本身啊 他是在净化人心的 而不是在污浊人心 我们不会给各位迷信 也不会给各位恐吓 也不会给各位啊 任何苦难的副作用 那你为什么要在这里面造业呢 给各位有恐惧感 给各位有痛苦 给人家有那种迷信 伤害呢 你想想看 我们要留意到这一点 所以 我们跟各位讲说 你要有信心 就是给自己啊 能够独立起来 能够活出趁烂 活出芬芳 这个才叫做对生命有信心 要依赖着别人 那你完了 我跟各位讲 在这样的时代啊 大家都要制造新闻 那你相互依赖啊 你没有新闻就没有存在的价值 那所以你就会自己啊 去拼命制造新闻 那都是你自己讲的 你自己想的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不一定啊 不一定 即使是真的是这样 大概也是三分四十啊 七分吹牛啊 是造成你所讲的那种状态 所以未必啊 都是这种状况 真的有信心的人 他有三分 活三分 活得很幸福 很自在 他有七分 活七分 活得很自在 很幸福 那么 七分与三分之间 平等平等 没有 高下 主人可以活得很幸福 他的工人 他的家谱 也可以活得很幸福 你知道吗 今天我们之所以不能幸福啊 那问题就出在这里 我为什么要领你的薪水 你那个财产要是给我的话 我不是很好吗 你痛苦就来了 对不对 为什么你是主人 为什么你户头里财产那么多 为什么我也做得要死 而我户头一个都没有 为什么 因为你要比较嘛 这比较就没有信心啊 你要有信心你自己做啊 我们很多人在外面照是非 哪个人怎么样 师父怎么样 我说很简单嘛 那你自己去当师父嘛 对不对 能吗 你在批评的时候可以啊 你的法号叫批评大师嘛 对不对 这不行啊 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一个有信心的人 他对他的生命有信心 他会提供人家幸福跟快乐 一个对自己没信心的人 他提不出来 他提出来的都是问题 所以我们要告诉各位 在这个地方我们自己先弄清楚 先弄清楚 那整个生团的部分啊 我们也只能够说 就我们所知的 我们所能掌控的 那我们朝这个方向来前进 那我们也期望各位啊 你要加入这个团体里头啊 那我们从这个地方 从这个立场来出发 我可以告诉各位 我们这里不是很简单的 叫你念佛 念到一心不乱 就可以断除烦恼 你问他说 要怎么样子念到一心不乱 他说你没有妄想 就可以一心不乱 问他怎么样不打妄想 他说念到一心不乱 应该不只是这样 我们会给你很多个方法 包括一个完整的制度 完整的制度啊 那也就是良好的戒律 良好的戒律不是 过了中午十二点就不能吃饭 过了中午十二点就把碗里的吃完 不能站起来再盛饭 那固然是戒律啊 是古代啊 古代的十二点是几点你知道吗 古代的十二点就是太阳阳光正射啊 那个影子里面的那叫十二点 那我们现在十二点是打中那一刻叫十二点啊 这不一样啊 以前十二点是阳光在那日就雨那边照到那个地方 那已经到了到了 还没吃饭赶快去盛 碗里还有的也去盛 要不然你吃完了他已经过那个影子的限了 你就不能盛饭了 所以呢他们就抢着去盛饭 虽然管理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代啊 吃的东西少 只有吃饭的时候才有得吃 更没有人哦 画铃铃铃的会到道场去 卖什么 什么豆花啦 荤银啦 珍珠奶茶啦 根本没有嘛 对不对 所以你午餐不吃吧 晚餐又没得吃 要等到明天早上 所以午餐要赶快吃啊 吃又有一个限制啊 到十二点啊 五十啊 那那个时候 那个五十 那个日就雨 给你弄到现在一定看手表 秒针跳到 嗯 三根都在十二的地方 那就 那以后不能再盛饭了 那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 纪律啊 那个在古代很好用 在现代 很难用 对不对 你要十二点以前 那现在上班都上到十二点 才吃午饭 那你就不要吃了 所以戒律啊 是有更改的地方 啊 怎么更改 我们维持那个精神 那个意义 那么去做调整 去做调整 你开会开到一点钟 那一点钟以后去吃饭 吃过那一餐啊 就叫做午餐 一点到两点吃饭 不要紧 所以就是一种改变啊 那你不要人家在开会 你说对不起 十一点半我要赶快吃 十二点再回来 那你下个月就不要来上班了 对不对 这不可能的事嘛 因此我们要了解到 戒律随着时代的情况它有变化 那我想不是个别的这种 为戒律 宏观的更重要 所以我们才先提出这个部分 同样的 我们的道场里头的组织 也发生同样的情况 以往啊 大概分东乡西乡就可以了 领执事的 还是不领执事 不领执事啊 注云水疗的意思就是 你要精进一直精进 精进到累了 下来拿个扫把 扫地扫地扫心地 不扫心地空扫地 然后第三句呢 不要紧 我就记得问第三句 等一下上去问师父说 师父第三句怎么呢 师父你问什么 第三句我记不起来啊 师父说什么第三句啊 师父说第三句我记不起来啊 就说缺推啊 古代啊很单纯的生活就这样可以啊 那没事呢 就两个工作 什么工作啊 一个炙香 做香啊 烧香的香啊 以前那个都是 庙里和尚自己做的 那另外一个啊 那要不然就做茶叶 要不然就去啊 装米啊 下田啊 种菜啊 就这么简单 那现在不一样啊 现在太复杂了 现在太复杂了 等一下师父啊 我家人住院啊 住院很好啊 什么很好 你帮我做功课啊 师父就要替你做功课 你自己也不做 你从山下跑到山上啊 要花半天的时间 师父这两个钟头啊 你去写 然后又花半天的时间下山去 当官啊 像你在自己家里做 你说我做没功力 跑上来找师父 都才有功力 事情很多 很麻烦 要应付 应付这么多的事 所以呢 我们整个组织 跟制度 经营 跟管理的形态啊 也都要改变 那我们这部分啊 也希望各位啊 你假如有兴趣 有能力 也愿意 帮我们教团的成长 跟发展啊 来贡献一份心力的话 也很欢迎各位啊 能够加以啊 来投入 因为在以往啊 我们都没有这些观念 因为我是个讲经的人 到处谁缘讲经 那这里讲完了就到那里 那里讲完了又到那里 就是那里换那里一直换下去 那等到这个姻缘成熟啊 我们要把这道场组织起来的时候 就没有留意到这一点 这里成立 成立是成立啊 那我来了 是我来了 我讲完了 我走了 走了这里不是只有文字 对不对 跟佛像而已啊 这里有个行政人员在 那个行政人员在这里三十天 那我才来一个礼拜 那一个礼拜以外的时间他最大 那所以这里头是非就这样一直起来 那么他就一直以为他的观念为正确 那这个麻烦的就是啊 人家一问他都说和尚说 和尚根本没有说也不知道 通通是他自己说 因此啊他就记了一群众生 那个众生你知道 那就会有那一群人啊 那一群人啊就会跟着他 这个叫夜历 他到哪里去那一群人就跟到哪里 很奇怪啊他不去北的道场 他就在外面游魂啊 我是跟各位讲你们最少少碰他们 因为他是非很多 你碰他们呢是你自己麻烦 我不是说他不好 他可能很好啊 那这些人啊 北中南都是这样 因为这个是我个人要负责 因为当初成立啊 没有注意到需要这样的一个组织 那这几年我们发现需要组织了 我们邀请他来加入 可是他没有办法加入 因为他有一群信众拱着他 那么我们要把他组织起来 给他系统化制度化 他不愿意 因为跟他的利益相冲突 所以这些人就会离开 因为他有他自己的看法 我跟各位讲 我们到场的组织 没有我的看法 因为都是你们 所有看法也没用 都是你们的看法 我讲了以后到你那里就被你扭屈啊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有效的组织跟制度 有效的经营跟管理 原因就在这里 不然大家都用自己的 那么这里的长度 待得越久的人啊 他就越厉害 他越能代表 而且他讲这是和尚说的 那他是最有力量的 其实很多人问我 我根本就不知道 那是哪一回事啊 怎么会是我说的呢 或许我也说过啊 但大概不是针对那件事 可是他就会拿来针对 某些他利益上面的事 那问题就全部发生在我身上了 所以我们现在要的是 建立一套完整的制度 顶章制度 那么大家 以这样的顶章制度来运作 才能发挥勇续经营的理念 才能够把这个政法给延续下去 我告诉各位 任何的组织制度里头啊 它只有一个共同的标准 让华眼的法画能够延续下去 这个是我们唯一的目标 我们要组织要到场 也就是为了让华眼的法画能够延续下去啊 各位想想看 是不是这样 所以很多人在讲说 怎么把师父包装起来 我看那不必啊 我们要依法不依人 有些时候师父啊 来跟各位打打气 那沾沾喜气啊 沾一点光芒啊 这个或许啊 是一个搭电车 但它不是目的 我们要的是让众生都能够获得这个法 透过这个法的实践 而能够更幸福 能够更快乐 这个才是我们那种组织啊 那种制度的目的 管理啊 管理啊 也是让这个主持制度啊 让这个宗旨啊 让这个目的啊 能够更新胜 能够啊 更发光发亮 而不是让师父啊 更有名气 不是啊 华眼的信众啊 是越多越好 师父的信众 越多越不好 所以我们才跟各位讲说 我们希望改变一下 把师父的信众啊 转变成华眼的信众 而华眼的信众啊 都是佛陀的信众 所以希望各位 是佛陀的信众 不是和尚的信众 这样子你就搞错了 我们 释迦人 讲经弘法 带领共修等等 那都是佛陀的实责 代表佛陀 像这个身像 只是代表佛陀 请各位 皈依佛门 受戒 持戒等等 那都是 皈依佛 不是皈依师父 奥仙你有这样了解啊 所以我们的组织 制度的发展等等啊 是希望啊 整个法画能够更宏开 不是让师父的知名度更大 那你就搞错了 所以你在这里面 会有是非啊 那根本就弄错 所以应该是发生在 你自己想要搞你自己的利益 或者知名度 结果呢 到场上不行 那跟你的利益相冲突 所以你才会出是非嘛 要假如不是 我们真的都是为了法的宏开的话 没有那回事 有什么厉害和冲突呢 这里都是十方的 十方大众捐助成立的 你也不能搬回家 对不对 那我们大家都在这个地方来共享 共同来分享啊 不能带回去啊 那有什么好争 有什么好吵 有争有吵 也是想说 让这一个光芒啊 更亮 起更大的作用 所以应该不会有私人的 这种爱恨情仇才对 那假如还有个人的爱恨情仇啊 那基本上是你走错了 基本上你走错了 这一点我们先跟各位谈清楚 在整个我们所谓的法化宏开的过程里 我们不但我个人这样 我也希望所有的身众啊 都没有啊 这种自私心 那么所有的信众啊 到这个地方来修学啊 也才不会有恐惧 那种恐惧感 我们才不会有一种啊 遭受被剥削的感觉 那么你愿不愿意发心呢 我们都说 谁远 谁分 谁利 出多少钱 你自己量力 你有多少能力你出 因为我们没有政府的补助 那么就是靠大家的力量 那大家的力量 你一定要量你的能力 当然你有能力我们希望多捐一点 多给大众一些福利 那你没钱呢 你也不用难过 有钱的出钱 没钱的分享嘛 就是这个样子啊 你说我们这里不接受人家捐款 那也对不起 因为这里没有基金 政府也没有每年播预算给我们 所以我们必须要接受大众的捐款 那我们更希望大众不但捐款 那你也能够发挥监督的力量 你能够来参与 这里面的行政我们完全公开 你放心 有人担心说 你在捐钱给你都不要用到哪里去 你自己来监督啊 自己来监督啊 因为财务的东西啊 本身就是最有机密性 你不要公开 你公开以后办活动啊 人家说师父你好不好 我就不能说很好 因为有个师父说很好 他很好 很好给我一百万 他说我哪有一百万 没有一百万 我要走路 你跟我一起走 所以财务的 也这样子而已 那后面这几个菩萨 我在讲他都在听 你不要以为我在乱讲 现在我们那个 那个 那个资讯 资讯系统啊 已经都老旧了 要需要更新啊 因为我们一直忽略一件事情 这些资讯设备啊需要折旧 我们都没有折旧准备金 所以现在要四五百万啊 去更新这些啊 这个就要看各位啊 不能看他们 他们几位也都没有四五百万啊 要不然现在 整个网站全部挂起来了 我想希望啊 这个 还是跟各位讲啊 谁远有这个远 谁分谁利 你有多少力量哦 你吃一点 你不要不好意思啊 师父今天想说要钱 明天我就不来了 这样太恐惧了 不用那么恐怖 有钱你出钱没钱不要紧 我们要把它告诉大家 给大家有分享的这种机会 有这个机会啊 那就让大家来共同完成这件功德 把这功德的机会啊 告诉大家 这个是我们提醒各位的 我 我 你放心啊 我们这里是完全开放的 没有哪个私人团体 可以把持 你不要说我在出家 我在这里出家 就我们家人全部来 那对不起 没有这回事 当然 他们要来也可以来 不是不能来 你们也一样 大家平等 这个地方属于大家的 就是大家共同来经营 大家共同来监督 没有秘密的 没有秘密啊 在各位的眼前之下 我们这些东西都公开 但是希望啊 各位有些话不该讲 不要乱讲 我们这里第一年 刚进来的时候 我提供给各位做参考 刚开始这个地板都还没有 佛像都还没有 我们就临时定了几个架子啊 啊 请了一尊佛像坐在上面 就开始了 那时候这个门啊 还是啊 原来的门 大家晚上睡觉啊 就怕小偷冲进来 所以里面呢 就用这个桌子顶着睡觉 结果早上啊 还是被吓醒 为什么被吓醒 因为信仲来啊 把门往后拉就开了嘛 我们是在里面堵着 他就把门一拉 在上面睡觉也就睡下来 那我不是堵着嘛 你堵着是他推不进来 可是他就往外拉 还是这样被拉开 我们是这样的 过了一个月 我们这里办了第一次华雅海会 华雅海会那一天啊 就那么一天 你放心啦 就那么一天 那一天我们收入有五百万 五百多万 总共就有一天了 那时候有一个流浪的师傅来这里 说要常住下来 他说他是欲打伤子毕业 然后我们说你会计你懂 那就给你管账 他第一天来我们就给他管账了 他一管账了说 这个道场那么有钱 一天就收入五百多万 第二天他就出去了 就打电话给我们的大护法 几个坚钱的 他就说他只要两百万就好 希望那个护法买个房子给他 还有我们被骂死了 这个就是机密啊 对吧 我们连这种机密都公开啊 从此以后 每天都以五百万为目标 这没有第二次了 这没有第二次了 你们就这么一次了 那个笨蛋还不知道 我们已经累积了十几年的 总共的总厨艺就是五百万进来而已 所以你放心啊 大家一起来 大家监督 我们没有说你是个流浪的师傅来 我们这里就不给你管 没有这回事 但是你人格要健全嘛 他看到我五百万 他眼镜都是五百万 然后那天晚上就失踪了 就出去了 然后就打电话给人家 说他只要两百万就好 所以这个我们需要有制度嘛 你说我们以一个很坦然的心机 要接纳大家 人家还想你操作呢 对不对 你马上就跟人家利用啦 当然我们那些护法 也不会这样就离开啦 但是你会发现 我们需不需要一个 比较健全的制度 对不对 大家在按照一定的程序 你都可以监督得到 不会有事情 大家都是一个死定心 到这里来求道 那么也希望啊 除了我们自己获得 更美好的人生以外 那也希望大众啊 能够分享 这个人生的喜悦 不但我们有一个美丽的人生啊 也更希望我们这世界 是个美丽的世界 我们希望大家 一起来努力 好 我们休息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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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